中干21号甘蓝是一种怎样的甘蓝品种 冷棚里的菜豆又如何耐过寒冷的冬天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中干21号甘蓝栽培技术和冷棚菜豆栽培 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甘蓝又叫做卷心菜 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我们这期节目要给您介绍的中干21号甘蓝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方志远院士 培育出来的既枣熟又耐裂果耐助孕的甘蓝家族新品种 那这个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中干21号甘蓝 在栽培上与普通的甘蓝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您要还是跟我们一起到节目当中了解一下 一般普通甘蓝品种从定制开始 大概需要80天左右才能成熟 个别60天左右就能成熟的甘蓝品种 就属于早熟品种了 那么咱们这中干21号需要多少天呢 一般只要是成熟的快的甘蓝品种啊都不耐裂 而咱们的中干21号呢既早熟又耐裂 同时兼具了这两大优点 所以这个品种很容易推广 推广之后呢到2012年了 毕竟变为能源部的主推品种 我们了解了这中干21号的来历和它的两大优点之后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这既早熟又耐裂的中干21号长得什么样吧 中干21号有外叶约15片 叶片绿色 在外叶的内部包裹着一个圆球形叶球 单球重0.5到0.8千克 球内颜色浅黄质地脆嫩 中干21号目前已经推广到我国华北 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进行栽培 接下来我们就以华北地区的北京为例 来了解一下这中干21号的栽培技术吧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播种育苗 目前中干21号多采用温室苗床 撒播育苗的方式 一般是在1月下旬进行 播种前我们先进行深翻整地 然后我们要在苗床地面 适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用量为每平方米500克 然后再适用18比12比15弹铃甲复合肥 用量为每平方米50克 将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还要对苗床进行消毒 在苗床地面撒湿75% 百均匀可施性粉剂 用量为每平方米5克 最后我们在这苗床进行一次深翻 将它们全部搅拌均匀 整平整细苗床 播种之前 苗床应当适量浇水 使苗床的土壤含有充分的水分 供种子发芽出苗 浇水量一般要求浇透土壤即可 等苗床上的水全部渗下去后 先撒上一层薄薄的过筛细土 以利于种子与泥水分离 增加透气性 中肝21号的播种 一般以撒播肝子为好 温室育苗播种 一般每平方米 用3-4克种子为宜 播种完成后 要立即覆盖过筛细土 主要是为了保护种子 使种子周围有充分的空气和适合的温度 种子在2-28摄氏度之间的气温条件下均可发芽 最适合发芽的温度在10-20摄氏度之间 覆盖的厚度 一般为0.5到1厘米之间 覆盖好细土后 我们立即盖好塑料薄膜 覆盖薄膜可以提高土壤温度 保持土壤水分 有利于中肝21号的种子 早生快发 覆盖了薄膜后的种子们 3天后就可以出苗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揭开塑料薄膜 苗出齐后 开始进行通风 这段时间内 我们每天早上8点 要对温室进行通风 每天通风3个小时 以利于幼苗茁壮生长 一般在温室内这一阶段 白天温度维持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 夜间10摄氏度左右 在这一期间 还要对幼苗每10天浇一次水 以满足幼苗对水分的需求 当幼苗长到6到7片叶时 就可以进行初谱定植了 一般的是在3月下旬开始进行幼苗的定植 我们最好选择 前查作物是非十字华科蔬菜的地块 而且地块还要排水良好 我们首先要在地块做出宽1.2米的齐 长度依照地块而定 做好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定植 定植时 以遣栽 要用手护住叶片 将幼苗放入穴内 填土压实根部 株距为60厘米 杭距也为60厘米 定植结束后 马上浇一遍水 从定植后开始 一直到长出15片真叶 这个阶段叫做连坐期 这一阶段一般为20天左右 在中肝21号定植后第15天 我们要对中肝21号进行一次施肥 此时我们主要是希望它快速地长液 以及植株快速地生长 加快植株生长速度 主要是需要淡肥 所以我们要对中肝21号 施用一次尿素 每亩施用15千克 施肥后 进行一次浇水就可以了 施肥浇水3到4天后 等到地面有些微干 我们要对中肝21号进行一次中肝 中肝21号的第一次中肝 应当深肝 要全面出透 促进土壤通气 当甘蓝整叶长有15片后 中心叶片开始向内爆合 这个过程也叫做包心结球 从包心结球开始到叶球包时 为甘蓝的结球期 结球期一般为30天左右 这个阶段也是小菜鹅幼虫的高发时期 小菜鹅属林赤木菜鹅科 小菜鹅幼虫药食叶片成孔洞或缺壳 另外 小菜鹅幼虫危害造成的伤口 还亦感染细菌软腐病 损失较大 要在虫害发生期 每隔3到5天检查一次叶片 当虫叶率达到全员的10%到20%时 要进行防治 对中肝21号喷洒30% 灭用尿悬浮剂1500倍 10天之后 要再喷洒一次 结球期要进行一次中耕除草 结球期应该浅除 并且向植株周围培土 要促进甘蓝 多生耕 有利于结球 应该拔出杂草 以减少水肥损失 与连作期相比 结球期的中肝21号 不仅仅只需要氮肥 来促进甘蓝植株生长 还需要施甲肥 来增强甘蓝植株的 抗旱抗病性能 施鳞肥 来增加甘蓝叶球的耐烈性 定局后 第三十天左右 对中肝21号施肥一次 施用15比15比15的 氮磷甲复合肥 每亩施用20千克 施肥后进行一次浇水 中肝21号 进行这一次浇水之后 就不用再进行浇水了 以免水分过多 造成叶球开裂 5月中旬 当中肝21号 叶球重量 涨到0.5至0.8公斤之间 叶球比较紧实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采收了 中肝21号的采收方法 与其他甘蓝相同 这里我们就不做 过多的介绍了 接下来呢 我再带您去看一看 在冷棚当中 怎样栽培菜豆 菜豆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四季豆 云豆 农民朋友们都知道啊 这菜豆是喜温的蔬菜 不耐霜冻 那这些 种在冷棚里的菜豆 怎样才可以正常的生长呢 今年来 不少地方在春季 利用冷棚栽培菜豆 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冷棚指的是 只有一层塑料薄膜 而且没有厚墙 及两侧山墙的塑料大盆 由于它的保温效果 没有暖盆好 所以只适合在春季 气温不是太低时使用 菜豆从播种到采收 大约需要80到90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在2月中旬播种的话 到了5月上旬 就可以采收第一批豆甲了 由于这时的蔬菜市场供应 还不是十分充足 所以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冷棚中栽培菜豆以前 有一些准备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在冷棚中栽培的菜豆品种 要求品质好 结甲多 产量高 早熟 抗病 耐低温 耐弱光 因此 以生长势较强 分支少 结甲结尾低 绿甲 肉厚 纤维少 甲长 而且不易老化 收获期较长的品种 为最好 目前 生产上适合冷棚栽培 常用的品种有 丰收一号 春风 绿龙 双季豆 云风632 和周口操菜豆等 采用冷棚栽培菜豆 为了争取今早采收上市 河北省和金晶地区 可以把菜豆播种期 安排在2月中旬前后 菜豆既可直播 也可育苗移栽 由于这时的气温还比较低 如果采用直播的方法 会比育苗移栽的方法 晚采收20天左右 所以 简于这种情况 如果你有条件 最好采用 先育苗 再移栽定值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 先育苗 再移栽定值的栽培方法 在播种育苗前 要对菜豆种子进行处理 菜豆出苗后 一般不进行建苗 为了保证全苗 要选择有光泽 子力饱满 无病斑 无虫伤 无霉变的种子 敲除成熟度不好的 别子及虫柱 破损的劣质种子 以提高种子的净度 为了增加菜豆 这家前期的产量 还要进行禁种 禁种可用 0.01%至0.03%的 木酸胺溶液 浸泡种子十分钟 处理种子最后 要做的就是催芽 先把种子包在湿眠布中 然后放到 20至25摄氏度的 环境中催芽 大约经过两到三天 大多数的菜豆种子 就会发芽了 下面就可以准备 播种育苗了 菜豆的育苗是在育苗盘中进行的 由于菜豆的种子较大 幼苗也比较粗壮 所以要选用像这样 32血的育苗盘 营养土可以选用腐熟的有机堆肥和菜园土 以4比1的比例进行配置 育苗盘装好营养土后 将它整齐地摆放在育苗床内 浇一点透水 然后就可以播种了 根据菜豆种子催芽的情况 每个育苗学中放两到三粒种子 发芽是好的可少放 发芽是不好的可多放几粒 但是要保证每个育苗学中至少播两粒种子 这样才能保证菜豆的产量 播种完成后还要进行复土 复土的厚度为1.5到2厘米 为了保证苗漆所需的温度要求 还要在苗床上搭设小拱棚 菜豆的苗漆大约为25至30天 苗漆管理的主要工作是温度管理 菜豆播种后 棚内的温度白天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 夜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 2到3天菜豆就可奇妙 到第7天左右时 紫叶就能展开 这时应适当降低棚内的温度 以防幼苗发生涂涨 白天温度可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之间 夜间的温度应保持在10至15摄氏度之间 当第一对真叶出现后 为了促进根 金 叶的生长和花芽分化 这时 要适当提高温度 白天温度以22至25摄氏度为好 夜间温度保持在15至18摄氏度之间即可 定之前7天左右 要进行练苗 这时应适当降低棚内温度 白天温度以15至20摄氏度为好 夜间温度保持在10至15摄氏度之间 定之前三天的夜间温度控制在5至10摄氏度之间 播种后25天左右 当幼苗第二对真叶出现时 就可以移栽定值了 为了能够获得文产高产 在移栽定之前 我们要先整地 种植地块必须多施肥 否则就会因为土壤营养不良 引起落花落甲的情况 导致菜豆的减产 虽然要保证肥力 但也不是越多越好 那究竟该施多少最为合适呢 定之前 首先要进行施肥整地 种植地块必须多施积肥 对于中等肥力的地块 每亩可施充分腐术的有机肥 2500至3500千克 过磷酸钙 15至20千克 施肥后进行伸翻 这样可促进根系的发育 翻土深度要在25厘米以上 霸系整平后 南北下做成1.1米宽的齐 齐做好后 扣膜闷棚3到4天 等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 夜间最低气温稳定超过8摄氏度时 才能进行定制 定制前一天 最好再对菜豆苗浇一次水 这样可以防止在取苗过程中 碰碎土坨时 造成伤根情况的出现 定制要选在晴天进行 将菜豆苗从苗床中取出 运到定制地块 定制的行距为50至60厘米 株距为40至45厘米 为了给菜豆的生长发育 创造比较适宜的环境 要在定制后覆盖地膜进行保温 为了尽快缓苗 定制后还要在定制其中 浇一遍水 定制后为了促进缓苗 棚内温度白天 应保持在25至28摄氏度之间 一般情况下 要密闭棚膜 暂时不进行通风 但是 当白天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 应适当进行通风降温 夜间温度保持在15至20摄氏度之间 如果温度达不到以上要求时 可以用在栽培齐上 打盖小拱棚的方法进行保温 这样 大约经过三至五天就可以缓苗了 缓苗后 要撤掉小拱棚 适当降低棚温 进行蹲苗 防止幼苗土长 下面就进入了田间管理阶段 从缓苗到菜豆采收 要经过抽腕期和结甲期两个阶段 抽腕期是从缓苗到开花 这段时间 大约要经过25至30天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 冷棚栽培菜豆的抽腕期 都有哪些管理工作 首先就是温度的管理 白天温度保持在15至20摄氏度之间 夜间温度保持在12至15摄氏度之间 经过5到7天后 再逐渐提高温度 白天温度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 夜间则保持在15至20摄氏度之间 这时的植株便会陆续生出新根 抽腕期的第二项管理工作就是适时搭架 由于菜豆是万生植物 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借助其他物体向上缠绕生长 当植株长出3到4对这叶时 就需要用竹竿搭架了 搭架既有利于菜豆生长 又便于以后的管理和采摘 抽腕期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施肥浇水 当植株长出6到7对叶子时 要浇一次抽腕水 结合浇水 每亩堆是磷酸二岸 15至20千克 这样可以促进抽腕 从这以后一直到开花前 要控制浇水 促进菜豆由营养生长 向生殖生长发展 菜豆开花后便进入了结胛期的管理阶段 结胛期是从菜豆开花到采收前的这段时间 一般需要20天左右 结胛期也是菜豆从营养生长 转为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存的阶段 我们先来看看结胛期的温度管理 当菜豆开花后 白天的温度要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之间 夜间温度仍以15至20摄氏度为好 在菜豆的结胛期应保持干花湿甲 也就是在出花期以控水为主 这时如果水分过多 植株营养生长过旺 消耗养分增多 使花类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而发育不全或不开花 如果遇到土壤和空气湿度过低 在临开花前可以浇一次小水 以供开花所需 在第一花续的嫩甲伸出后 植株逐渐进入旺盛生长期 这时既要长精液 又要陆续开花结胛 所以需要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这时要浇一次水 随浇水可追肥一次 每亩追逝临三二矮 十千克 以后每隔五到七天浇一次水 前期可少浇 结胛剩期可多浇 每浇两次水就应追一次肥 追肥品种与数量和第一次相同 春季在冷棚里栽肥菜豆 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这就是由于这时的气温和蓬温都较低 病虫害基本不会发生 所以一般不用进行药物防治 既保证了菜豆的无功害 又节省了农药的支出 菜豆的采收呢 是采用分期分批 随熟随收的方法 一般落花后的十到十五天 这个时候的菜豆由细变粗 颜色也由青绿变为了白绿 豆家中的豆粒呢 略显饱满 就是菜豆采收最好的时间了 菜豆的采收期是比较长 一般可以连续采收四十到五十天 如果管理的好 每天都可以进行采收 采收期越长 农民朋友的经济效率也就会越高 所以呢 在采收期 农民朋友们不能光顾着采收 还需要做好肥水管理工作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栏目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